下午好,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星期三,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最新消息,新州卫生厅今天下午公布确诊一例本地传播病例 该确诊病例是悉尼东区邦代一名60多岁男子 该男子周二进行新冠检测,结果呈阳性 新州卫生厅表示,目前正在对感染源进行紧急调查,密切追踪接触者 本周四晚上11点59分开始,墨尔本与维州乡镇地区针对疫情的限制继续放宽 墨尔本具体安排如下,25公里出行范围限制取消 户外不需要强制佩戴口罩,公共聚会上线20人 办公室可容纳50%员工或者上线20人 家中一次最多两名访客 健身房、室内娱乐场所和电子娱乐场所重新开放 餐厅最多可容纳25人,婚礼人数从10人上升至20人 此外,公共交通上仍强制佩戴口罩 经合组织近期一份报告显示 过去20年,澳洲房价增长速度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四 与此同时,澳洲当地家庭负债在全球排名第二 澳洲人要多花6年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据统计,每100平米的住宅需要16.4年的可支配收入 而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平均时间为10.4年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,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